上次没多久前 Hustler办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局 邀请到非常多的做直播的 大部分好像都是打游戏的 电脑游戏的 应该是可以算说是美国最有名的 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最多订阅 好像有一个 9千多万 9千多万 对我跟你说那个 他叫Mr.Beast 看起来很年轻 他做的内容都是超级有趣的 其实我有去看他的频道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他会做很有风险的一些疯狂的事情 是 比如说这一集好像是要去拿一个包包 然后直接丢进去大海 然后里面都是钱 然后叫人家去捡 旁边都是鲨鱼 对 然后就把它拍下来 那也太危险了吧 是啊 所以才会那么多人看 这个是在玩命吧 对啊 这个人做这些内容都是很疯狂 就是超多人喜欢看的 但是他每一次都是用钱来去玩这些游戏吗 对 他都会送很多人很多钱 就是从像1万块美金以上的 你看 那真的是他真的是超有钱的 对 因为他的钱都是从那么多人在看嘛 对 靠影片啊这些来赚钱啊 对 你看 重做那个 对对对 鱿鱼游戏 对 Squid Game 你看 对 还叫他就是怎么跳嘛 你看 对对对 直接跟他讲 看看能不能记得 哈哈哈哈 他直接跳下去了 哈哈 哈哈哈 又其他的在牌桌上那天看他们有介绍 这个Joey Ingram嘛 这个也是做Poker Podcast的 他也是最近消失了很久 然后因为这个局那么多有名的玩家来参加 对 所以他也 出现了 特别来出现 Interview 这些很有名的直播的 是 然后他们都是很少打Poker 对Poker很有兴趣 然后可能有打过Poker几次 但是就是超级有钱的 然后当然我们看到 也有Duan跟Talmuth 特别邀请这两个传奇Poker人嘛 是是是 然后第二号位置我们看到这个Alan Keating 之前我们在讨论Hustle最大的底词嘛 那时候上次是跟Ben嘛 对 那时候又看到Alan 然后那时候我就解释说 因为Alan那天再跟他们一起打 所以那么多非常疯狂的底词才会这样子发生 因为他什么牌都玩嘛 那天的局真的是 不只是Hustle 应该是说有直播过Poker的直播 做最疯狂的局 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么疯狂的 超多人在看 所以真的是带非常多的人来看这个局 对Poker没有那么熟 但是因为这些人那么有名 所以就更多人在看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很疯狂的欧影 也是大家想看的 超级疯狂的 就是都 你看我们来看这个牌 -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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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r. Beast直接拿这个72 中间只有2000 他是直接推All in 72 然后他All in 那么多人的底词 不管啦 他就直接推快9万嘛 - 对8万7 对对对 你看这个Ninja 现在在想 要不要更... - 还有童话的可能 对 - 还是去掉了 - 对 - 感觉起来那一天的牌不好打诶 全部都是一些不缺钱的 然后又是很娱乐的 然后请职业的 我看应该他们都三条线 他们真的就是变超... 最最紧的 尤其是像DUN啊 Helmuda 他们都没有机会可以玩到什么牌 因为 每一手牌都 一直All in 一直... 就是完全他们到最后就是完全很少看到翻牌 是直接开始推 虽然他们那边的举之后好像是一百两百 但是都没有人在管帮助 对 然后直接推三万四万然后就投马 是 所以当那种情况当然断 就没有办法玩太多手牌 对 因为他的优势都是看到翻牌后嘛 对 他没有机会看到翻牌后啊 对 而且重点是他想演什么 人家也不知道他在演什么 对啊 可能有人看他懂嘛 对啊 他只能靠牌 对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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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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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神 哦 我的天啊 他被捉了他 你真是神奇 哦 不 2 6 3 7 只有5费 几个 看这个 从这边可以看到那天的局 真的是那么疯狂 我来看另外一首 在翻牌前 有人用6 6 加注到1200 然后 有人跟注 然后就 这个 Ludwig 拿这个6 3 3 这个6 3 对不对 是 有些这些玩家 我们在玩这个练习 我认为Botesz 已经负责了150-200 可能Botesz 她是不正确的 Alan 什么 你看这个Alan 我就说Alan很疯狂嘛 对 他就直接推 用这个94不同花 15万 15万 15万美金哦 哈哈 对不对 他用9 4 衣服 154 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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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召唤 哇 哇 无论 那天的局就是像这样子 每一首都几乎这样子 那那个独王那天看起来 完全对啊 他在吃东西等牌啊 你面对六七个人在你前面 都完全没有气牌率 你要打什么牌 对 是 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像是说 娱乐有娱乐的打法 职业有职业的打法 可是如果你变成了 从娱乐变成职业 你就回不去娱乐 对 对不对 就是那个状况的感觉啊 对 What a good call Jimmy Yeah What a good call Jimmy Are you ahead? Queen High still good?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好 Ready Give me a good call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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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let it happen to me Don't let it happen to me Magic show me the six I know You win Let's fucking go Woo Your heart can handle it I thought for sure you are going to fold 很少看到像这样子的局 那么多有钱的玩家 愿意用很多很烂的牌 去gamble那么大的欠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Phil Homie其实受到非常多的批评 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在讲说 Phil Homie那天的行为非常的不好 我也又是发脾气了吧 呃他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就是输了 然后就骂这些玩家 That's your call Twenty five Twenty five thousand Did you make two pair? Ten three? Alright I call Okay I mean I have a queen So you probably have a king You got a queen? You got me Yeah What in the f**k What in the f**k It's like impossible That I could ever be losing In this game The man just bet a queen five So you did it for a living? I called five thousand U under the f**king gun I got to have nines or above And he bet a queen five For value on the river I just have never seen such a bad play And then he said you win Because he never can win with it He was saying I have a really good hand He wasn't going to bet by No I was saying that Because I wanted to fold I thought I was dead Of course you thought you were dead No you guys f**king They're bluffing off their f**king money to me 你可以看說這些玩家全部都是直接來玩的 對 然後Feel Humming在這裡很認真想要贏嘛 是 然後他輸的時候開始收人家打得不好啊 反正就是讓大家看的人覺得很不舒服 想說這一次特別邀請到那麼多的做直播的玩家嘛 他們追蹤的人也是那麼多 可以讓更多的不打Poker的人看到這個局 可能會吸引他們以後也可以開始打Poker 對 對Poker的人覺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很多不懂Poker的人在看 可能是這些直播的人的粉絲 然後看到Feel Humming這樣子對這些玩家 可能就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這個遊戲不太好玩 對還要被批評啊 是啊 被罵 所以很多玩家就在說 Feel Humming那天真的是 不應該這樣子 有些人中有隨便 四次 四次 怎麼會掛了 三次 一張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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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h! Oh, no! Unless Queen... That's a pretty good flop. Queen... Queen... Queen 10? A 10. I'll suck a... I'll suck a... for a 10. Magic, why you keep looking at me whenever I make those types of remarks, Ben? Magic, if you want a good night... Oh! I'm in this bitch! I'm not fucking leaving! 這首拍 KONMY終於中到三條街 很期待要收下這個Pot 然後沒想到 Chop 對 檯面是順 這你看到這個玩家就超級高興的 他這樣子在笑他 他在笑他 你看他的表情就有一點不高興 當然啦 你看他這個發牌也笑成這樣 是哈 25.6要不要轉動 好 我要轉動 25.6要不要轉動 我已經打到這個位置 我已經打到這個位置 這是一個25.600的轉動 Mr. Beast 他已經有足夠了 你看 Mr. Beast在這裡 所以直接強抓到2萬五金 他沒看牌直接放2萬五 有多瘋狂 因為前面已經有強抓了 然後他就直接 再2倍3倍4倍 他把2萬五單作是25塊 對啊 就像我們的25塊 對 然後Helmy就在這裡 直接拿這個A8不同花 他就直接推了 因為他才吃剩下5萬嘛 中間已經有2萬多啊 推了也是正確的 Alex這個女的穿紅色的 再考慮要不要更 對 我招 有一個招 你試試試試看 決定跟了 然後你看Alan在後面 那天已經在輸那麼多 他拿這個A3童話 他還想說 那我也感覺更怕 是 因為現在賠率就越來越好 對 然後Mr. Beast 他有直接退Olan了 AlanOlan 就是這樣子的情況 因為通常你看 那麼多人在這樣讀嘛 用這些牌 通常都是最小的局 可能就1塊2塊錢嘛 然後他們也看起來 沒有想很多 對啊 就直接想說 就是很開心 是啊 是啊 你喜歡這個嗎 是這個4位 對 25.5 你能看到 Equity是很接近 Aleks是A9的最愛 25.5 看起來有339千 25.5 真的很難想像 在這種情況 4個人Olan 然後是A9不同的話 是領先 對不對 你看他現在的勝率是 35 底次中間有 339千嘛 對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決定 直接跑一次 現在就是看誰運氣好了 對 他在贏 我的天 喔 喔 那是3 哇 所以他在贏 每個人都搭配 每個人都搭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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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有6個 你能搭配我 好 我正在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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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B直接跟發牌員說 我直接給你2萬美金 如果你在合牌 給我一張Q 2萬美金的消費 他直接跟他講 如果你是發牌員的 你會覺得壓力超大 對 如果我可以開一張Q 我今天就可以拿到2萬 他自己也希望可以 他如果真的發到 他可以暫時不用上班 他就是 Q 沒有 沒有 你看 然後Alex就慶子 是啊 24萬 對 超誇張的 對 然後這個A9 你看他就超高興的 然後那個Alan 他輸了9萬多 在這一個Part裡面 對 也很誇張啊 對啊 因為Alex本來就 籌碼比他們兩個都多 對 全部都清得很乾淨了 然後你看Phil 他這個表情 對 她沒有再購買 50 然後Phil就一直在講這個策略 講說你打得很差啊怎麼樣 是 這個桌我覺得應該很多的人都很想上跟他們一起玩 尤其是面對了很多娛樂玩家 對啊 對然後還有一個很職業的 可是他相對他跟那個Daniel都是同樣一樣是大師級的 對 傳奇人物級別的 可是他現在今天在這個牌桌上面的話 會被受到批評 就是因為可能他的表現的 對 有一點太認真 對 應該也許就是不要那麼認真 對 會好一點 是啊 就像你剛才說的 他是一個Poker的其中最大的 代表這個遊戲的人 是 一想到Poker 可能你對Poker沒有那麼熟 你就會可能想到Phil Help Me 或是想到Daniel 是 但是我覺得他就算是這樣子 那些玩家們也不在乎他這樣 大家笑得是很開心啊 所以我覺得沒差別 對對一人這麼講 一人講說其實 人家就喜歡看這樣子 對啊 人家就喜歡看到Helman生氣 對啊 對 也許他的生氣就是他的招牌啦 對 對 真的是 那一天有很多人Rebuy嗎 超多人一直Rebuy的 他們就一直輸 然後就一直加 一直加錯 所以才會變那麼深 所以你看後面我們看到 最後Alex那個女的直接贏了45萬 對 最輸的是Aaron 輸了 100多萬 對 110萬 對 他就在6個小時之內輸掉了 因為他每一首都完了 然後我們一直RM啦 對 下次我們會看到Phil Help Me 大家在討論從 那一天的這個局 大的一個手牌 很有正義性的一個手牌 那我們下次來看